包括民主黨、公民黨、議會陣線 社民聯多個主要政黨及民政等數十人 昨日冒雨從西區警署遊行至中聯辦門外抗議 強烈反對港府修改逃犯條例 宣布香港再不是一國兩制 當香港不是一國兩制的時候 也很清楚我們今天有的經濟的表現 經濟的條件也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繼早前三位民主派議員到訪臺灣 公民黨譚文豪也將在本週到訪臺灣與陸委會交流 他強調一旦修立成功 後果更甚於23條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你用互聯網 可能抵毀國家主席 或者批評大陸一些事的話 他可以在大陸那裡用的方法就是說你非法使用電腦 但因為香港有相關的條例 其實是有權引導你 民主派基民鎮呼籲港人挺身而出 踴躍參加本月31日大遊行 反對修改逃犯條例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 在香港報導